12月19号,陈可欣,李连杰,金城武出示在台湾举行的电影《投名状》记者会 陈可欣表示,当初自己其实是先被李连杰身上的气质所折服 决定了他演大哥之后才定的其他二人 他还评价三位演员分别是知识分子,演面和忧郁矛盾的感觉 李连杰的还是一定是一个像知识分子的感觉 就是说,他的感觉是说他对很多事情,很多东西都很有他的看法 很有他的哲学 所有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念多少书,读大学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有那个自责的那个感觉 那个也是他的味道 反而他的味道不是他的动作或者他的那种武打那方面 我觉得刘斗华的魅力是,尤其在这部戏是完全是放开了自己 完全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刘斗华 完全没有刘斗华,就是没有自觉的,完全不自觉的 那么,我觉得那个又是另外一种魅力 就是这么好的人其实也没几个 最爷们的应该是他 那么金城武的还是他的忧郁,矛盾 我觉得他很多矛盾 他永远的样子就很矛盾的样子 他就很矛盾的,永远的很矛盾的 你谁知道,你怎么知道 他说到现在还没女朋友 我说你怎么知道 就永远很矛盾的 因为矛盾是好看的 然后女人都喜欢男人,就永远就很 看起来在沉思,在苦恼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是他设计的,还是本性 李连杰认为,成岛能够舍弃武打是很有勇气的做法 而自己选择角色时,首先抛弃的就是老二这种角色 因为自己从小就不喜欢过于于衷 而且很少相信别人 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说暴力不是解决这个人类的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法 那么也很想在动作电影有所突破 一般的电影导演不够有足够的勇气就把动作拿掉 其实我一直觉得动作是一个元素 怎么样把动作元素更好的去完成那个故事 但是一般当你卖片的时候就遇到卡住了 大家就要妥协了 说你不够动作就不能拍了 就没人买了 或者你拍完了等我看了以后我再买 所以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戏的那个结束的时候 我们俩打 其实根本不是动作在打 两个人在用心去感受 你不要阻止我 我也不想杀你 他也不管 就是两个人的心的打 你已经不记得有没有无影角 有没有招数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